近期,国内多地有境外邮件、衣物及其他物品阳性的报道。 在此,特别提醒广大市民朋友,网购商品时要提高防范意识。 一是国外疫情高发期间,非必须少海淘。 二是收到境外邮件或物品时,要正确佩戴口罩和一次性手套。 减少直接接触。 三是尽可能在固定地点取件,实现无接触交接。 如希当面签收,请保持安全距离。 四是尽量在户外拆件,不带外包装回家,按照生活垃圾分类处理。 如希拿回家中,可用含氯消毒剂或75%酒精喷洒或擦拭表面,做到每一面完全湿润,确保全方位消毒。 同时,做好拆包转运工具消毒。 对邮件、快递物品可用消毒剂、热力消毒等方式进行消毒,或存放一段时间后再使用。 五是处理完邮件、快递后要及时摘下手套、更换口罩、认真清洗双手或手消毒。 避免用不清洁的手触碰口、眼、鼻。